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 在基督里 你让我们又回到 所失去的乐园 就是在一定园里面 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可以喝生命 喝的乐水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你就是生命的粮 主啊 你有远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你就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焦点 谢谢你 恩高你的仆人 让他传讲你的话语 你的话是带着你自己的能力 我们感谢你 赐福这一段的时光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感谢 Amen Amen 好 那我们这时刻 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所拥有的权柄跟能力 这是第二讲 上一次讲到第一讲 那我们来看 我们在基督里 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周 你愿的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有做了哪一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噩梦 有没有 有吗 有 我们都有做过噩梦 噩梦的话呢 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有些时候会做了一些 我们讲比较可怕的噩梦 通常醒来的时候 就要奉耶稣的名 粉碎这个噩梦 让他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是不可以发生的 所以如果你做到噩梦 你醒来之后 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宣告 第二个呢 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 你会有那种 我们讲所谓的鬼压床 就是你会感觉到 好像有一股的力量 或者好像有某一种的力量 抓住你好像不让你喊出来 然后让你动弹不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可能有可能没有 那通常这样的话 你就发现到你无论如何喊 就是喊不出来 然后也无法动弹 那你发现到当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你离开 立刻就消失 你就知道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是多么的有果效 那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还可以用到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 所谓感觉到一些属灵的攻击 特别是在思想上 思想上会让你常常想一些 比较消极的负面的 消极的负面的 或者让你觉得很沮丧的事情 特别是看到周围的环境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其实它会让你的信心越来越小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患难的日子 我们如果落胆怯 我们的信心就微小 这时刻要用我们的权柄跟神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圣明 怎么样 彻折那些负面的 同时我们彻折负面之后 同时我们一定要凶告那美好的 那祝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一方面拆毁咒诅的 一方面要示范祝福 示范祝福 OK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都有一些身体不舒服 对吗 我们也要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身体不舒服 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我们就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来 彻折疾病的灵离开 然后同时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来命令 命令 比如说我们的抵抗能力增加 或者一些的症状 一个一方面要消失 一方面美好的要发生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耶稣 耶稣讲一句话事情就发生 但是你发现到我们时常有些时候 需要好几次好多天这样的一种的 每天这样的凶告 然后带着信心这样的相信 事情就成就 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他呼求天下雨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俯伏在地上 恳气的来祈求神降下 天降下雨来 他不是祷告一次立刻就发生 他迫切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 总共祷告了七次 终于看到有一片像 手掌般的云彩浮现的 结果他说 待会儿就会下大雨 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祷告一次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祷告了好多次 比如说我们的信心 我们来祷告 我们用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来释放神给我们的 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把结果都交给神 不是我们有能力 是因为我们相信 祂给我们的应许 那除了是我刚刚讲思想上的 还有身体的疾病 还有周围的环境 以及如果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人 所面对的一些人 不管是在你的职场上 不管是在你的家族里面 或者是人际的关系里面 如果遇到一些 让你觉得很难受 很无助 很沮丧 甚至很愤怒 甚至很受伤的 好不好 就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我们来宣告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圣明 来命令 来命令那仇敌 解决那个人 带给我的 不管是任何的伤害 言语的伤害 或者一些的作为 我们要奉耶稣 就要宣告这些的伤害 是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 同时 所以这一方面的权柄跟能力 是拆毁仇敌的作为 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 跟祂的能力 我们来宣告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祝福 一定要祝福 也许那个人是 你最不喜欢的一个人 好不好 你祝福他 你祝福他 当你带着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去祝福他的时候 你发现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应用在基督里面 神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有各方面 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举了这些的例子 就是让我们看到 有各方面的情况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都可以来使用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 我们继续 我们温习一下 上一周我们很快来讲 权柄跟能力的不同 权柄跟我们的身份地位有关系 它主要讲到治理 还有命令 吩咐 然后带出能力 那能力的是跟我们的权柄有关系 能力主要是讲到他行动方面 好 我们特别讲到的是 属灵方面的能力 跟言语的能力 以及思想的能力 好 那我们也看到上周 也跟大家讲到第一大点 我们在基督里的权柄跟能力 是来自于这四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第三 就是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奉他的名 来祷告 来行事 然后第四就是 耶稣给我们的 对我们的拣选 跟恩高 给我们的职份 给我们的职份 好 那上周也跟大家讲了第二大点 那耶稣给我们权柄跟能力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 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那里 我们可以来亲近他 我们可以来敬拜他 第二 我们可以奉他的名 我们可以向上帝来祷告 第三我们可以放他的名在属灵中 征战得胜 彻者那仇敌 然后不管是医治跟释放 或者是捆绑与释放 然后第四 我们可以传扬天国的福音 宣告神的国 降临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点 我们上周停留到第二大点 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大点 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发挥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如何有效的发挥这个权柄跟能力 我们有了 已经有了 但是怎么样有效的去发挥一个权柄 还有这个能力呢 第一就是要亲近神 因为权柄来自于神所赐的 能力来自于神所赐的 所以我们要亲近神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圣经说他就亲近我们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我们还要住在他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住在他的里面 当我们信靠耶稣 当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顺服上帝 我们顺服他 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耶稣说 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 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亲近神 住在他的里面 那就是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要不然当我们 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奉耶稣的名 要来命令这个疾病离开 或者敌人离开 比如说忧郁症的名离开 比如说这个消极的思想离开等等 当我们开始命令的时候 你发现到如果我们没有亲近神 才能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生命 你发现到仇敌立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说 你自己也是活在罪中 你哪里有能力 你发现到仇敌的谎言跟控告立刻就进来 如果你今天要来服事 当然你发现到你前几天好像没有过去太好的生活 当你想要为人服事祷告的时候 仇敌的谎言立刻就进来 他的谎言进来就是要削弱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不配 我不配为人祷告 我不配为人服事 弟兄姐妹 所以亲近神住在他的里面是非常重要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说 你们应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你们 你们应当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们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 大多数的人都怕魔鬼 但是你没有想过 在基督里魔鬼是怕我们的 魔鬼是怕我们的 所以圣经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抵挡魔鬼 魔鬼就会逃避我们 就会离开了 所以我们亲近神 神就被亲近我们 就举个例子 好像如果说我们这一栋的房子 就是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房子的主人 但是当我们邀请耶稣 进入到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说耶稣 你就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等到有一天魔鬼来敲门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去开门 如果我们自己去开门 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魔鬼的时候 我们说魔鬼我必令你走 他不肯走 但是如果我们开始顺服神 我们说耶稣啊 你就是我这个房子的主人 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 你就跟耶稣说 耶稣你去开门 我告诉你 当耶稣去开门的时候 魔鬼看到耶稣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 哦 对不起 看错门牌了 他就逃掉了 弟兄姐 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顺服神的时候 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让耶稣去为我们来征仗 所以神给我们的权柄 可以放耶稣的名 彻责魔鬼来离开 他就必逃避我们 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摩西在西乃山上 跟上帝在一起 四十昼夜的时候 上帝在哪里 他的荣耀就在哪里 当摩西与神在一起四十昼夜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脸上是充满着上帝的荣耀 他的脸是发光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看到摩西 看到他脸上发光 都不能够直接看他的脸 弟兄姐妹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亲近我们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他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他就赐给我们能力 亲近神 包括读他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人都有用手机 我们知道手机的功能再怎么强大 再怎么好用 如果我们的手机的电池用完了 这些的功能还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给我们的手机充电 对吗 同样的我们这个生命 耶稣给我们权柄跟能力 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 这个建造在神话语的根基上 我们是没有能力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话是没有能力的 上帝的能力就在他的话语里面 上帝就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 所以为什么当耶稣用神的话语来 来回应魔鬼的时候 这个魔鬼给他的试探 耶稣就得胜了 让我们亲近神 就是要读他的话语 默想他的话语 也让我们祷告 祷告就是来亲近他 来跟上帝说话 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祷告为什么在基督徒来说 是最难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 祷告表明的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祷告表明的就是一个谦卑的行动 所以你发现到基督徒 基督徒如果你告诉他说来参与服事 他很容易 你告诉他来奉献他也很容易 你告诉他来去帮忙煮东西 或者来去布置 或者来去做什么东西 或者是来去参与一些的服事 甚至制作一些都很容易 当然也不是说非常容易 也就是说他还是很乐意的来去做 你叫他来读圣经 要预备考试他也OK 但是如果你叫一个基督徒说 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一起的来祷告 你就发现到 好像是还蛮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祷告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那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因为祷告表示我们依靠他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 祷告表示我们真实相信他 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如果你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最困难的是什么 就是祷告 但是你说不是有啊 我们都有祷告 每个人都有祷告 但是正确的祷告是很重要 大多数人的祷告 我就讲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祷告 我们都有祷告 但是我们的祷告是掌控的祷告 所以掌控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充满着私欲 充满着私欲 雅各书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充满着私欲 我要 我要 他说是没有果效的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享乐 雅各书说 没有果效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充满着掌控的 什么叫掌控的 就是上帝听我的 听我的 上帝要 我向你求这个 而且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给我这个 这个叫掌控 这叫掌控 我们的祷告如果是掌控的 你就发现到我们的祷告 不但没有让我们的灵命成长 反而是让我们越来越沮丧 你说什么 你发现祷告听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祷告也是在基督徒生活里面 也是最不容易的属灵的操练 因为祷告表达的是顺服 越祷告越明白他的心意 越祷告越放手 越祷告越等候在他的面前 越祷告越信任 他的时间 他的方式跟他的结果 这就是祷告 但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上帝按照我的方式 按照我的时间 按照我的结果 你给我 上帝我就敬拜你 如果不是的话 我不想祷告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态就是充满着掌控 我再次说 基督徒的祷告 要么充满着掌控 要么充满着律法 充满着律法 就是充满着控告 充满着定罪 充满着要求 还记得这个法律上人跟税吏 在圣殿里面的祷告 两种的祷告 一种就是充满着自义跟律法 说上帝你看我 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 你看我一周禁食两次 你看我常常还帮助穷人 你看我一周我还读了你的话语 就不断地夸自己 然后你说上帝你看这个税吏 充满着贪婪 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好 你看他贪别人的东西 充满着控告 弟兄姐妹我再次说 祷告听起来是非常容易 但当我们 你要不要试试看 把你的祷告录下来 你把你的祷告录下来之后 你去重播 然后你去分析 在我的祷告里面 有多少是发出信心 对上帝的赞美跟凶告 还有那个称授 有多少是在我的祷告里面 是充满着对上帝的感谢和信任 然后有多少的祷告 是让我可以想到别人的需要 带到上帝面前 然后求上帝指示我 怎么去服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祷告是充满着开心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到 你录下来你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祷告 是充满着要求 上帝啊你要这样 上帝你要这样 好像上帝很笨 需要我教他 然后要这样 弟兄姐妹 你又发现到 我们的祷告 如果是充满着要求 而且越祷告 有些时候越愤怒 因为这么久了 上帝还没有成就 我们的祷告 很容易是充满着 就是我要跟掌控 弟兄姐妹 试试看好不好 让我们的祷告 是充满着什么 感谢信心的胸告 完全的放手 完全的放手 然后求神向我们 显明他的心意 比如说如果你的丈夫 还没有信主 我们通常我们的祷告说 主啊 求你来感动他 让他可以信主 让他可以跟我一起来教会 主啊是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信主 我觉得我都已经成长这么好 耶稣都改变我 成为一个好妻子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看到 为什么他还不肯信主 为什么他享受一个好妻子 就不肯用你起来 信靠耶稣成为一个好丈夫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祷告 也许没有 但是如果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 你不要一直看到他 你就说 主啊告诉我 我可以做什么 来影响我的丈夫 让他可以认识你 主啊我感谢你 我知道我的丈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知道 他会信靠你 他会相信你 他会蒙恩得救 主耶稣如果今天 你要我说出一个 最大的一件感恩的事情 我的感恩就是 我坚定的相信 我的丈夫有一天 他一定会信主 主耶稣这就是我今天 最大的感恩 我谢谢你 你行事奇妙 你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主耶稣 我先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奇妙的作为 我感谢你 你比我的丈夫的心还大 你完全都了解她 她的难处 她的困难 她的无助 你都知道 主耶稣 我要谢谢你 我的丈夫 必定蒙恩得救 你总是那么 那么行事奇妙 你是那位良善的主 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耶稣 我很愿意在我丈夫 信主这件事情上 请你告诉我 我可以做些什么 弟兄姐妹 你试试看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太多都是希望 我们告诉上帝怎么做 但是其实祷告是 听上帝你告诉我怎么做 所以发现到 我在这时候 祷告听起来是非常容易 但是它是 律法与恩典的不同 它是自我中心 与神中心的完全不同 就是这两个焦点 你抓住了 你的祷告就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 祷告是以律法为主 一个是以恩典为主 一个是以自我中心为主 一个是以上帝中心为主 祷告 每个人都祷告 有些人祷告是以自我中心 以律法为主 这样的祷告是没有能力 而且听起来是很难受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上帝为主 然后是以恩典来作为祷告 恩典就是我的祷告不在于我的祷告事项 恩典的话是我的祷告在于上帝的属性 他的本身 以上帝为中心 是我完全的降服他的主权 我信任他 而不是他听我的 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弟兄姐妹 我再次说 祷告听起来是非常容易 但是它却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一起来操练好吗 就在这时刻来 我们一起跟上帝来祷告 记得不是律法 而是恩典 律法是什么 要求 控告 不满 批评 比较 掌控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完全的 把焦点放在上帝的属性 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他的应许 然后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要 而是神 以他为中心 你告诉我 我当做什么 也就是祷告 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个时候你每个人 你为你自己的情况 你就来跟上帝来祷告 你就跟上帝来祷告 不要一开口就要求了 好不好 一开口先来感谢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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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阿爸天父我们很喜欢来亲近你 除了你以外 我们在天上也没有别的爱慕 你知道我们很享受做你的儿女 跟你在一起就是最美好无比的 阿爸天父你已经吸引我们的眼目 专注在你的身上 阿爸天父我们喜欢这样的来宣告 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你 阿爸天父我们的眼目不愿意离开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知道你所喜爱的也就是我们所喜爱 我们知道在你的眼中你喜悦我们 谢谢你喜悦我们 阿爸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很愿意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我们谢谢你许可这些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上 谢谢你信任我们 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你不断地去经历你丰盛的恩典 跟你奇妙的作为 阿爸天父谢谢你把一些不可爱的人 带到我们的身边 教导我们来去清产你的恩典 经历你话语的真实 阿爸天父谢谢你对我生命的成长 非常的有兴趣 阿爸天父谢谢你很喜悦看到我的信心 我的爱心跟我的生命在成长 我非常的渴望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 更多的成长 更多的认识你 阿爸天父 谢谢你让我住在你荣耀的关中 谢谢你保护我 谢谢你愿笑脸来帮助我 谢谢你 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 信靠你总是美好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感谢 阿们 好那我们就继续 我们亲近神 权柄跟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 好第二个我们要发挥权柄跟能力 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跟地位 弟兄姐妹我常常说 灵界 灵界都知道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地位 但是我们因为还活在肉体里面 我们常常会忽略了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地位 好 我讲到大卫报生讲到一个的故事 具体的我就很常我就不说 我就讲重点 他说有两个大学的朋友 大学的朋友都是男的 那么他说大学毕业之后 有一个后来就很爱走就去读神学 做了牧师牧养教会 另外一个呢 毕业了之后就在社会里面工作 后来也激励了一些的事情 那么几年之后 非常多年之后呢 在这一个男人呢 他就对生命非常的绝望 他觉得人生走不下去 那么呢 他很想要自杀 但他想要自杀的时候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起 他大学里面这个朋友 因为他们毕业之后没有再联系了 他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然后呢 他就很想在死之前 去找一下这个朋友 再跟他聊一聊 那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是发生在英国 结果呢 他说他就去找这个通灵者 林梅 就去找林梅 那么林梅呢 就说 你这个朋友啊 他说 我看到他是住在 那样的一个地区 他讲不出街名 他说 我看到他的房子 他形容他的房子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的颜色 这样的房子 然后前面有什么树 他说 我只知道 他是住在这个的房子里面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这个朋友 在好几年前 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 我能够给你的 就是他住的这个房子 以及他在好多年前 已经去世了 然后这个的人 从林梅那里走出来之后 他想一想 反正我现在生命 没有意思 想要活下去 好 我就试试看 去找一找 这段的房子 他也真的 毫无目标的 就去 就去找找看 不知道为什么 终于给他有一天 找到了那段房子 看到门前的那些树 看到那个房子 他就想 这就是那个林梅 告诉我的那段的房子 结果他就进去 敲门 敲门的时候 开门了 他真的没想到 就是他大学的 那一个朋友 他很惊讶 然后那个朋友 就邀请他 进来家里面住 他跟他聊 他说 他说你怎么会找到我 然后那个朋友 就告诉他 因为我找了 这个通灵者 林梅 他告诉我 你是住在这个的房子 但是他说 你在好多年前 已经去世了 然后他就说 那他有跟你讲 是哪一年吗 后来他就讲 大概是哪一年 然后这个朋友说 哦 我知道了 对 那一年 就是我信主 我重生得救了 所以你发现到 弟兄姊妹 在灵界里面 非常的清楚 我们在这个之前 在台湾有一个 也是 这个所谓 法师 他信主之后 他也在他的 部道里面 讲道里面 他承认 他说他们这些的 法师算命 跟做法的人 只要是遇到基督徒 他就算不准了 因为在他们的通灵里面 已经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基督徒的 那个的情况了 他说已经看不准了 但是如果是未信的 他都可以跟你讲 那个情况 弟兄姊妹 在灵界里面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就是很清楚的 我们是在 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 为你自己的身份 跟地位感恩吗 感谢主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弟兄姊妹 这是很真实的 当我们要用我们的权柄 跟我们的能力 来发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们自己的身份 每一次 当我去到一些人的家里面 要拆回偶像 甚至去做一些 医治示范的时候 我都会在我的内心里面 告诉我自己 我是谁 我说我是上帝的仆人 主耶稣 我现在正在拆 这些家里面的偶像 我知道这些偶像 背后是有邪灵的 主耶稣 我知道我正在做 你所喜悦的事 而且做你所喜悦的事 我必定有你的同在 是你给我权柄 跟能力来捆绑 这些偶像 来拆毁这些偶像 所以每日 当我做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害怕 弟兄姊妹 如果你认识你自己 在基督里面 尊贵的身份跟地位 不管你去做 一致释放 赶鬼 或者是拆毁偶像 你不要怕 在你内心里面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自己的身份 跟我们的地位 Amen 好 我们来看 第三方面 我们要支取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他的应许上 来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 赐给他们胜过 乌龄的权柄 可以赶出乌龄 和医治各种的疾病 各种的病症 弟兄姊妹 耶稣叫门徒来 要拆派他们出去 传天国的福音 同时给他们权柄跟能力 可以来医治疾病 赶出乌鬼 所以赶鬼不是恩赐 赶鬼是权柄 赶鬼是权柄 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 来赶鬼的时候 我们通常讲到赶鬼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人 被鬼附了 然后那些乱七八糟的动作 等等这一类的 不一定 不一定是那样 弟兄姊妹 很多人上瘾 上瘾的背后 很多的时候 都是这种的邪灵的捆绑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 情绪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 也是在这方面上 一个灵界里面的一种的 压制跟捆绑 所以当我们讲 医治释放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这些的情绪方面 这些的灵 完全的离开 所以记得赶鬼是用权柄 你看 耶稣给的权柄 是权柄不是恩赐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记得 魔鬼怕你 不是你怕他 真好 而且我们还可以 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和恩赐 来做医治疾病 医治各样的病症 好 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 耶稣再次给我们应许 一起来读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去见到蛇和蝎子 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 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 弟兄弟们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 耶稣再次说 是我给你们权柄 可以见到什么 见到仇敌 蛇跟蝎子 预表的就是仇敌 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 这个撒旦 这个仇敌已经什么 被耶稣见到在他的脚下 坐他的脚凳了 所以耶稣给我们他的名 又给我们他的权柄 让我们可以什么 见到蛇跟蝎子 还记得我在祷告里面 常常宣告说 主耶稣我感谢你 因为你跟我们分享 你的权柄 荣耀和你的国度 你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是谁 但是你却是这样的信任我们 跟我们分享你的权柄 荣耀和你的国度 将来我们还要与他一同坐网 你看弟兄姐妹 认识我们的身份 让我们非常的有喜乐 有自信 有盼望 好 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仇敌一切的能力 今天当我们恐惧什么 我们就被那个恐惧所挟制 但是当我们知道 耶稣给我们权柄 可以胜过一切的能力 而且后面还说 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过 所以你发现仇敌 是不能伤害我们 仇敌能够伤害我们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破口 我们有犯罪 不是说我今天犯罪了 然后就完蛋了 就有破口 罪会带来破口 就是因为持续的犯罪 持续的在那里犯罪 不肯弃绝这个罪 它就带来破口 我放一次罪 不会带来破口 只要立刻认罪悔改 持续的在那里犯罪 才会带来破口 那圣经告诉我们 持续的在那里犯罪是什么 很清楚的 在以福所说告诉我们 就是不肯饶恕 不肯饶恕 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都觉得 不肯饶恕好像是小罪 不 不肯饶恕是大罪 所以就会很容易给魔鬼 带来一个的破口 来占据 所以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犯罪了 我们要认罪悔改 就没有破口 持续的犯罪 持续的在色情上 不断的去犯罪 就会给他留破口 持续的选择 看鬼片 那就给他什么 留破口 持续的去恨恶那个人 愤怒那个人 这个不肯饶恕那个人 那就是留了破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说 饶恕一个人 不是同意他的做法 饶恕一个人 是要让自己 脱离那个监牢 自己的监牢 把他交给耶稣 耶稣来掌权 好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 耶稣又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定成全 使父在子的身上 得着荣耀 每一次当我读到 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我都会裂了一把冷汗 我常常觉得说 耶稣有必要吗 你有必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 这么受限制的一个位置上吗 你发现到耶稣给我们这些的应许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他签了一张 空头 签了一张的支票 然后树部是认你填 他签好了 树部认你填 哇 我们常觉得耶稣 你是万丸之王 万主之主 你坐在天上 你掌权同管万有 但是你确实把这样的上方宝剑 确实给了我们 随时可以用他的名 来去这样的祷告跟宣告 哇 弟兄姐妹 你看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 你信这话吗 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 权柄跟能力 是因为我们坚定相信 耶稣的应许 哇 太棒了 耶稣多爱我们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可以抵挡魔鬼 祂就离开我们 不是我们怕魔鬼 是祂怕我们 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 解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 因为这几节的应许 所以我会鼓励你们 我会鼓励你们 彼此的为互相来祷告 比如说对方如果 有不管是哪一方面 思想上的 情绪上的 身体上的 一些的增长 好不好 你今天结束的时候 本来我想就现在单场 但是想到时间差不多了 你就为他来祷告 你就告诉你自己 你的权柄跟你的能力 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 我要为一个失眠的人来祷告 通常我会 我会为他什么 失眠的人 你要为他思想上来祷告 为他的灵里面来祷告 为他的情绪 这三方面来祷告 然后你就为他来祷告 你就 你就先安静 等候你要问圣灵 圣灵 他的失眠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你要求问圣灵 你要先安静祷告 然后看圣灵告诉你什么 很多时候圣灵就直接告诉我 两个字 老术 就表示他在老术方面 他没有做到 他在怨恨某个人 怨恨某个人 所以他失眠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 但你愿意不愿意 放手交给上帝 我为你的失眠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 然后带领他祷告之后 奉耶稣的名 彻责 搅扰他的 让他失眠的 这个疾病的灵离开 然后还要医治他的情绪 求耶稣的爱 不断地浇灌 充满他的心 然后接下来 还要求主释放医治的能力 进入到他的头脑 让他头脑里面的化学 能够平衡 因为失眠的时候 某一方面的头脑的化学不平衡 所以为他来这几方面来祷告 要不要试试看 你说不是我祷告一次没有效 你不是耶稣 当然要多祷告几次 为什么耶稣祷告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我们祷告甚至要好几次 甚至要好多天 甚至要好几个月 为什么 因为耶稣每天早上天未亮的时候 就到旷野清净上帝 他花三个小时清净上帝 所以他说一句话 命令 这个 屋灵离开 屋灵就离开了 我们花三个小时 看手机没有清净上帝 所以等到我们要服事的时候 我们要花三个小时来赶鬼 还鬼还赶不出去 差别就在这里 这就是差别 所以为什么说 我刚刚说 如何有效地发挥全民的能力 第一个什么 清净上帝 因为那是能力的来源 好 我们再往前 接下来是内心随时在求问圣灵 我刚刚已经说了 内心要随时的求问圣灵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13章 保罗在塞浦路斯传福音 这是他第一次宣教布道的时候 遇到一个行邪术的驴马 在搅拢保罗 保罗跟那个神长 叫士求保罗传福音 然后使徒保罗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行邪术的驴马 一直在那里搅拢破坏 然后保罗 这时刻圣灵就充满他 感动他就说了这句话 保罗却被圣灵充满定睛 看见他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和各种 坚恶的人 魔鬼的儿子 公义的仇敌 你歪曲了主的阵路 还不停止吗 你看现在主的手 淋到你 你要瞎了眼睛 暂时看不见阳光 他就立刻被雾和黑暗笼罩着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问圣灵 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跟权柄 你凶告出来事情就成就了 果然这个行邪术的立刻眼睛 就暂时瞎了 好 我们来看 接下来就是要信心的去操练 所赐的权柄 已经有了 一定要用信心来去操练 彼得跟约翰有一天下午三点钟 去到圣殿 那是他们祷告的时间 这一个天生缺腿的 每天都已经在圣殿的美门口 在那里做乞丐 因为他天生就是缺腿的 所以在那里对他来说几十年了 他都坐在那里 行器 彼得跟约翰是天天也都去圣殿 也都看过这个乞丐 都看过 但是没有感动 而那一天 那一天当这个乞丐 对彼得跟约翰说 给点钱吧 彼得圣经说 彼得看着他 突然间信心就在里面生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 彼得却说 金银一起来读来 这句话很宝贵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行走 哇 哇 钱跟耶稣的名 我们来看 你给他钱 他明天继续在这里 用信心来去操练所持的权柄 命令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命令他起来行走 讲完这句话 彼得不是坐在那里看 彼得伸出手 拉他 他就立刻得权欲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六 我们这个发挥权柄跟能力 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名是没有愿的 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他的名是在万有之上 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无论是做王位的 或是做主的 或是执政的 或是掌权的 都是本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借着他 又是为着他而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的 你看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 一切都是本着他造的 借着他造的 为着他造的 你知道他的名就是创造者 掌管者 同管万有的 这是他的名 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个 以福所书告诉我们 来 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愿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做主的 和今生来世 所能举处的一切名弦 耶稣的名超越一切 然后继续 菲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 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 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 都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 哇 这是耶稣的名 弟兄姐妹 耶稣的名大有能力 你如果进入到属灵征战里面 你就知道耶稣的名就是这么有权柄 好 那我们如何 耶稣如何使用他的权柄跟能力 我很快的来讲这一点 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他如何使用他的权柄跟能力 第一 顺服权柄才能使用权柄 这个是一个秘诀 弟兄姐妹这是秘诀 我再次说 顺服权柄的人 他懂得权柄 上帝才会信任你 才会把权柄给你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顺服权柄的人 神才会给他权柄来行事 不顺服权柄的人 很容易 滥愿权柄 所以神不会给他权柄 我们来看耶稣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 所以他懂得使用权柄 第一他对天父完全的顺服 他自己说过 他说我所说的话跟我所做的事 都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 而是他每天早上亲近天父 天父告诉他 这一天你要做什么 你要说什么 第二他对圣灵的引导的顺服 圣灵引导他去到旷野 他就去到旷野 圣灵引导他去耶路撒冷 他就去耶路撒冷 他对圣灵的引导完全的顺服 所以你看耶稣给我们和好的榜样 他顺服权柄 第三他每天祷告亲近上帝 因为他知道谁是他的权柄 谁是他的权柄 所以耶稣甚至成为人 跟我们人一样 他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弟兄姐妹 神在教会里面设立权柄 就好像神在家庭里面设立权柄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丈夫是妻子的头 基督是丈夫的头 而上帝是基督的头 所以在教会里面 神也给设立五重职份的团队 然后在我们的教会 主任牧师教务团队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两大的系统 一个就是牧养的系统 小家长 所以神给小家长是有权柄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要听小家长的这个话 因为他是有权柄的 另外一个就是行政的系统 治理的系统 那就是执事 所以我们的执事负责 不同的部门 他们是有权柄的 所以因此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关于治理的 你要去看一下 谁是负责那个部门 你要去找他来商量 因为你要尊重他的权柄 不要一下子就来找我了 然后呢 小家长也是 要顺服小家长的权柄 因为只有顺服权柄 神才会把权柄给你 耶稣就是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第二 耶稣大有权柄 但是他使用权柄去服事人 而不是被人服事 有权柄 世界上的有权柄 都是要人服事他 而耶稣的权柄是替人洗脚 去出去服事人 然后第三 我们来 对 耶稣的权柄去服事人 包括什么 我们来看 他教导天国的福音 教导天国的真理 关于天国的子民 应该如何的生活 第二 他医治示范 示范就是赶鬼 然后行神迹其事 耶稣医治示范 行神迹其事的目的是什么 有这三方面 目的就是 要使人经历上帝的爱 怜悯跟恩典 使人经历上帝的爱 怜悯跟恩典 所以当我们走出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是代表耶稣 把耶稣的爱 怜悯跟恩典 带给人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非常鼓励大家去服事 去为人祷告 第二 认识耶稣就是上帝所拆来的弥赛亚 因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 是没有能力行神迹其事的 但是当耶稣行神迹其事 就是要告诉他们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第三 耶稣通过 耶稣透过医治释放行神迹其事 就是要让人们清偿到天国的滋味 天国降临了 鼓励人们赶快进入到天国 进入到天国 信靠耶稣 进入到天国 所以你看天国的滋味是什么 被掳的得释放 被魔鬼压制的要得到释放 就是天国给人的是自由 然后那些生病的 耶稣为他们来医治祷告 让他们得到医治 天国是健康的 没有疾病 然后天国是光明的 那些瞎眼的 耶稣医治他 让他看见 告诉他们天国是光明的 然后那些缺少的 比如说耶稣用五饼二鱼 超过一万个人吃饱 告诉他们天国是丰富的 天国是没有缺少的 然后天国是喜乐的 哇 所以耶稣行神迹其事 是有这些的目的 好 我们来看 第四个他的目的就是 解决人当时的需要和困难 包括很简单的是 耶稣第一个行的神迹 却是在迦南 在一个亲戚的婚宴上 酒用完了 后来耶稣就行了神迹 哇 变成水变成上好的酒 解决人的需要跟困难 好 那耶稣使用 权柄跟能力 最让人感到感动的 就是这第三点 他有权柄 但是他竟然放下他的权柄 牺牲他自己 宁可被钉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恩 还记得他在克西玛丽园 当他出卖他的犹大带了这些的官兵来抓拿他的时候 彼得把他出刀来 要来这个反抗 耶稣说什么 收刀入销 他说难道我不能够命令我父 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征战吗 他是有权柄的 他犯下权柄 他是有能力的 当那些人问他说 谁是拿杀了人耶稣 当耶稣说 我是 他一讲我是 来抓拿他的全部退后倒下来 他是这么有能力的 但是你看他放下权柄 然后 甘愿地让这些人来抓 当他挂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有能力下来的 当这些人嘲笑他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下来啊 他放下他的权柄 为了是要完成救恩 当彼拉多讽刺他 嘲笑他 他说你知道你在我的手下 我可以放你 示范你 也可以判你十字架 耶稣说什么 如果不是我的父给你权柄 你根本无权审判我 然后讲到将来 他要再临的时候 你完蛋 他有权柄了 他放下权柄 这个是最难的 弟兄姐妹 这个是最难的 我发现到我们顺服权柄 已经不容易了 第二 我们有权柄去服事人 而不是被人服事 这也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 有权柄可以得胜 有权柄可以抵挡 但确实愿意放下权柄 完成上帝的旨意 牺牲自己 这个确实最不容易 第四 耶稣的权柄 在他将来 再来的时候 他必定要审判罪人 就是那些拒绝他救人的人 以及邪灵跟魔鬼 他们的结局 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 这是将来 当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他要审判 这是他这时候 孕验他的权柄的时候 好 我们今天做一个小节就结束 我们在基督里是带有权柄跟能力的 因为来一起来读 身份 我是天父的儿女 地位 我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 授权 耶稣基督赐我他圣明的权柄 职份 我蒙上帝的拣选和恩高 目的是什么 为了上帝的国度和他的名得荣耀 这就是爱神 所以有权柄跟能力 今天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完全是为了他和他的国度 他的荣耀 这是爱上帝的表现 第二个的目的是来 为了服侍人 使人蒙恩得救 得真自由 这就是爱人 这是爱人 然后行动是什么 来 来我们为人祷告 传天国的福音 行神迹其事 就是一致四方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 是为了这些 Amen 弟兄姐妹 我要看自己在基督里 是大有权柄跟能力的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魔鬼多么羡慕你 你知道吗 魔鬼多么羡慕你 看在旁边讲 魔鬼很羡慕你 羡慕你的身份 羡慕你的权柄 羡慕你的能力 哇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乐意把我们的权柄 完全地交给你 我们降服于你 我们顺服你 你就赐给我们权柄 可以见到敌人 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你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 而是为了神你的国 和你的名的荣耀 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荣耀全都归给你 圣灵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在你的家中 顺服你所设立的权柄 圣灵也教导我们 听你的来使用这权柄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灵 祈求感谢 阿们 我们同期的 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 我愿想服 我能去哪 除了你世人昨前 我想赋云 你是家的恩典 我愿想服 我愿想服 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荣耀君王 你的边上的遗址 神的儿子 彰显而念真实 河灯的爱 带我进入你眼前 这美好 你这美好 我愿想服 高举你的命 耶稣 你的荣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此时此地 愿你神起 你的荣耀 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的输回我生命 我属你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我属你 乞你 我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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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属你 我愿向父告知你 耶稣你的荣耀 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我愿向父告知你 耶稣你的荣耀 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弟兄姐妹好不好 你这时刻你就跟上帝来祷告 你跟他说我愿意降服于你 我愿意顺服圣灵 我愿意听耶稣的 如果我要听耶稣 我就必须花时间读祂的话语 才能够明白祂的心意 这样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就充满着祂的话语 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就被改变 我们的优先顺序也会被改变 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说 主 我愿意做一个顺服全饼的人 你就把全饼赐给我 我愿意做一个顺服全地 你不要拨勤 我愿意做一个顺服圣灵 我愿意做一个顺服圣灵 亲爱的主耶稣 你当初差派门徒出去 你给他们权柄跟能力 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 你认得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 你圣灵的权柄跟能力 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应许 这样的信心 我们在这一周 我们要欢欢喜喜的 走出去来服侍 宣告天国的降临 被掳的得释放 受压制的得自由 奉耶稣基督圣明感谢 Amen Amen 弟兄姐妹你们很棒 给耶稣一个塔吉丹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